欧洲股市明显反弹 斯托克600指数脱离2020年12月以来的低位 也结束连续三天的跌势 但是各股市的反弹力度温和 其中英国的股市表现落后 这也让到当地的分析师形容涨势只是技术性的反弹而已 而昨夜的美股连跌第五天 其中道琼斯公益指数最多曾经下跌超过400点 收盘连同标普白指数都下跌超过1% 其中道琼斯公益指数再跌超过300点 从今年年初高位累计下跌超过两成 已经对入了熊市区间 标普白指数也收在近两年新低 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达克指数 盘中的一度反弹超过1% 但收市仍然下跌0.6% 而港股今天结束四连跌企稳后 何时可以见到反弹相关的话题 我们当然请到我们今晚邀请到的嘉宾 郭思志贤 郭倩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郭倩我们刚刚看港股今天主要是靠到英镑的汇价 还有美股集合以及A股的反弹 才脱离本轮的这个地位 但是成交低迷也限制了它的反弹的动能 现在市场普遍认为说 后市要观看两个关键性因素 第一是美元的走势 如果美元升势能够持续放缓 股市才有可能会回稳 第二要看的是A股 有报导说监管曾现在已经发出了 那你觉得是不是真的要等到 内地的十一场价过后 这个市况才可能会比较有明朗的迹象 那说真的现在股市的走势还是比较反复的 外边美元不断的偏强 而且美股也不断的下调 加上英镑的汇价也大幅度微调 对整个金融市场来说 的确会做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在那个避险的心态越来越重之下 就算是股市暂时不会再往下调 就有一点点的回升 也只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 当然香港股市这一波的下调 是从6月28号的高位 22,449点开始的 说真的到今天的低位 17,648点期间股市恒生指数 已经回调4880一点 稍微有几百点的反弹 其实我觉得很正常的 当然要怎么样大幅度回升 我们还要看成交 现在的确是没有太多的动力 所以变成来说 我们还是要留意A股的表现 要是A股能够稍微做好一点点 对港股来说的确是有一定的刺激 可是外围情况要是还是不明的 就算是港股稍微有一点点回稳 我觉得回升的幅度也很有限的 最重要还是看成交 这段时间股市的基金还是比较保守 而且成交经验也一致的比较低迷 所以就算是股市稍微要几百点的回升 大家也不要看得太好 毕竟只是一个大幅度回调之后的 一个技术上的反弹而已 是 现在就像我们看到欧美股市担心的 就是现在的声势可能只是一个 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的各股表现方面 市场憧憬内地十一长假 可能会刺激一些旅游消费 加上本港也开始放宽入境措施 所以我们看到带动一些像航空旅游 还有餐饮以及像澳门博彩类股份 都迎来大幅反弹 那么今天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是海底捞大涨6% 那您预计这些因为疫情 而长期受压的股份 在这次的反弹过程当中 它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说真的 又是内地的疫情能够受控 而且政策也稍微开放的话 我觉得像海底捞 还有内地的一部分的 内税的板块的股份 应该是可以还有空间 再往上走的 尤其是航空股 比如来说南航 国航跟东航 其实这个价钱的股值 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可是问题就是 市场暂时的投机的信心 还是不太足够 所以变成来说 基础上可能有5到10%的上升 可是在5到10%的上升当中 其实大家要留意 就是看看成交到底有多大 要是成交方面还是不太足够的话 尽管股价稍微做好 大家也不要再去搞罪了 当然澳门方面的博彩股 这段时间是回升了不少 可是我个人觉得 就算是稍微有一点点开放也好 澳门博彩的收入也不可能 马上回升到去年 前年那个阶段那个情况 所以股价走得太前的话 再高就还是要承担一定回调的风险的 香港这方面 反而我觉得消费方面 大家就不要看得太好 因为一旦香港人能够到外地去旅游的话 变成来说本土的餐饮 本土的消费就反而就会受到影响 要是要买类税的板块的股份 最好还是看看内地相关的股份 做一个布局就比较好 毕竟内地的市场还是比较大的 是 另外我们看到近期美元跟美债收益率飙高 也导致全球一些风险资产遭到抛售 特别是一些在欧洲还有英国等地 有经营业务的一些上市公司 包括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汇控 ZADA还有长河系等等 那么因为存在的汇价的风险 令到股价明显受压 那对于这类的股份的话 您认为是不是还是前景方面 是不是更需要谨慎来看待 当然了 从利息方面看 像那个长河要6厘的回报 另外汇控也要5厘的利息 可是大家问题要留意就是英镑的汇价 现在美元的利息还是会进一步上调 等于说英镑的汇价可能还是会进一步受压的 尤其是长河跟汇洪大部分的资产都在英国 所以变成来说对股价还是做出一定不明的影响 当然现在股市回稳 他们可能股价还是有一点点反弹 可是面对英镑汇价还是比较低迷 而且英国的经济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所以这段时间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买进的时间 反而买一点点就没问题 要是手上时间已经不要没有太多了 我想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就比较好了 OK 那我们刚刚提到一些个股 不知道郭先生有没有持有 我没有持有的 OK 非常谢谢郭先生 就我们今天港股的分析非常谢谢你 OK 谢谢你